但终于出现了一线人道停火的曙光 以色列同意在未来三天 每一天都会停火四到六个小时 不过至于加萨的未来 总理纳坦雅胡强调 以色列是无意长期占领的 不过必须有可靠的部队来监管 距离以军坦克不到五公尺 哈马斯用RPG突击 躲在墙角或是地道路口突袭 让以色列是防不胜防 以军坦言早在意料之中 备好强大火力应战 推进到建筑物密集区前 先爆破清除地面掩护 小队在制高点火力支援 以军是打得谨慎 而CN团队跟着以军紧加萨 在加萨北部 贾巴利亚附近的山丘 就发现了哈马斯地道的 三叉交汇口 地道内就是军火库 随着战事进入第二个月 以军有限度地开放外美 随军队赴前线 CBS记者跟着以军前进另一区 几乎被打成废墟的地方 以色列说之前这里有游泳池 但是现在在游泳池旁边 是哈马斯设置的火箭弹发射地 爆破声频传 媒体只能匆匆离开 以军更往加萨市中心走 就能发现 有越来越多哈马斯 藏兵渔民的证据 以军甚至还用3D模型 重现街区 再看起来是学校的地方 却变成军工厂 指控哈马斯把学校教室 变成弹药除藏室 这些都让以军 无法放松进攻力道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誓言不管多久都会打下去 但是美国却先宣布 以色列同意未来三天 每天人道停火 4到6小时 抢在以色列之前先公告 似乎就想先发制人 因为 以色列绝不轻言停火二字 因为这看起来 就像跟哈马斯示弱 只是这人道停火 能是救赎加萨平民的 生命线吗 大量的伤患 持续涌入加萨最大的 西法医院 都说是逃难途中被攻击 We are civilian people We want to live in our land with an beast But nobody in the world You let us to leave 其实 伊斯兰圣战组织预告要释放一名77岁 以及一名13岁的人质 而人道停火是否能促成更多人质或事 也将成为这场冲突的转列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加萨的情况不能够再被忽视 虽然以色列兼臣之所以轰炸奈明尼跟医院 是因为这里都有藏匿哈马斯的分子 不过这阵子的激烈交战是重创了巴勒斯坦的民生激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就宣布将会投入12亿美元来援助加萨 天空飞来好几枚飞弹 眼前画面瞬间剧烈摇晃 救护车人员躲在车上惊险拍下这段预袭画面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附近不断传出爆炸声 因为这里又遭到以色列攻击 其他医疗人员吓到用手捂住双耳全身卷曲 想办法在车内压低身子 医院外帐篷区的民众听到爆炸声响 大声尖叫立刻拔腿逃命 加萨居民说这一泼泼的空袭 事先都没有征兆 他们连躲的时间都没有 加萨卫生局指控以色列在周五对至少三家医院发动攻击 让加萨的医疗体系陷入危险边缘 救护车驾驶开着车在大街小巷内高速奔驰 他无奈地说加萨的死伤状况 惨到他每次出勤就得连续工作四五天 其实加萨走廊从北到南没有一个地方完好无缺 会在南部的甘油尼斯好几栋建筑 又被以色列飞弹给炸毁了 就算能在无情炮火下幸存 无家可贵的老百姓逃到避难所 以为至少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歇脚 却发现生活环境实在太糟糕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大量加萨居民涌进避难所 加上当地医疗设施被毁 供水也出现问题 传染病随时有可能大规模爆发 因此有些人宁愿回到废墟中想办法过日子 加萨现在还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困境 加萨人道援助会议9号在法国巴黎展开 目的就是要讨论对加萨走廊提供人道救援 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将增加8000万欧元 大约27.6亿台币的援助资金 同时再次呼吁停火 专家分析认为如果战火持续 加萨和约丹和西岸主要经济指标 像是就业率GDP等都将大幅下滑 在短短四个礼拜内加萨和约丹和西岸的就业率 分别下滑了61%和24% 预计巴勒斯坦的GDP也会下降4.2% 精损相当于台币277亿元 如果冲突持续两个月的话 精损更将高达17亿美金 GDP则会衰退8.4% 联合国警告这是巴勒斯坦30年以来 前所未见的巨大经济衰退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社会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两方中间选边站 也助长很多的暴力冲突 像美国加拿大就都出现了很多仇恨犯罪 在洛杉矶有一场支持以色列的影片放映会上 会退场外有两派民众大打出手 空拍看到拳打脚踢 下一秒跌在地上继续扭打 混乱场面发生在美国洛杉矶 就在一小时前博物馆举办特应会 播放43分钟 哈马斯10月7号屠杀画面 饰演神力女超人的以色列隐心 盖尔加多还是主办人之一 但开眼前场外就聚集挺巴示威民众 国际奥活动散场后一小时 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边人马 竟然爆发肢体冲突 美国社会纷纷选边站 两派人马紧张对立 各地几乎天天都有谴责以色列轰炸平民的游行 不过也有以色列艺术家在纽约贴了好几张 以色列人质海豹被挺巴民众撕下来 不只美国加拿大蒙特楼同一天两间犹太学校传出枪几 幸好没人受伤 来到欧洲星期四 刚好是纳粹不害犹太人水晶之夜 85年纪念 德国布兰登堡大门 投影出支持以色列文字和流氓心 战火冲突让欧美社会一分为二 但最让以色列人感到威胁的 还是国家周遭各种翻译势力 不止真主党和哈马斯 以色列南部埃拉特 民众在警报声中把腿狂奔 当天晚上 以色列来自叙利亚民兵的无人机攻击 还有夜门青年运动胡塞组织发射飞弹 这些和伊朗关系密切的民兵团体 还轮流攻击中东美军 伊拉克美军驻扎的基地烧起熊熊大火 虽然伊朗重金资助这些团体 但否认是伊朗政府和军队下令他们攻击美军和以色列 这样的说法美国不买单 从停议和停巴示威到美国与伊朗政府 不同阵营各说各话 立场和观点也越来越分化极端 TV新闻众部报道 已经结婚 可是没有子女的顶刻族 越升成为美国社会的富有阶级 有数据就统计 他们的净资产中位数是超过台币1300万 因为不用照顾孩子 有更多的时间还有财务上的余裕 他们也特别重视生活享受 这个是我跟太太上次到澎湖去玩的时候 那我们平常就常会一起出去旅游啊 担任剪接师的Jason 今年43岁 跟太太结婚五年 夫妻俩从没想过要生孩子 向往自由高品质的生活 只要有钱有钱 就会规划到处旅行 宁可享受两人世界 双心无子女的顶刻族 不用考虑子女花费 财富累积较快速 Jason每月缴交房贷之外 剩下的钱就拿去做投资理财 尽早为老后做准备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如果不生小孩的话 多出来的就是收入 我们可能会规划在保险啊 或者是基金股票的投资 就是如果不靠小孩的话 我们要怎么把自己的退休生活顾好 除了财富自由这一块 那退休生活这一块 我们也要规划在里面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改变 台湾人越来越长寿 平均寿命来到了80.86岁 没有进化生育的顶刻族夫妻 比例也越来越多 享受财务自由 是顶刻族不生孩子的首要原因 美国民调机构研究发现 顶刻族不生孩子 除了享受财务自由外 其次是想要拥有弹性的生活 再来是想把省下养子女的钱 花在旅行上 而且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 有43%的美国家庭没有孩子 比2012年增加了7% 显示有越来越多人选择成为顶刻族 而且净资产中位数也相对高 约39.9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300万元 顶刻族他们的收入为什么会比较高 因为他们负债比较低 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养子女太贵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估计 一个子女养到大 从小养到大学毕业 大概是要23万美金左右 但是如果你有两个子女 就要46万美金 就是说顶刻族他们的收入 不一定会比说有子女的家庭比较高 但是因为他们负债比较低 不需要负担养育子女的费用 所以说他们就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的状况 是这样子 在美国有子女的家庭 平均负债16万美金 但顶刻族的负债金额只有10万美金 可以看到顶刻族在经济条件中 有明显优势 但在台湾只婚不生的夫妻 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经济能力受限 选择当顶刻族 在物价上涨高房价财务压力大的情况下 让他们不愿生小孩 台湾整个薪资结构 比较偏向于长期比较动薪 或者是薪水动涨 然后物价又上涨的情况下 有些人觉得说 其实夫妻两个都有工作都有薪水 怕没有办法养小孩到成年 而且另外觉得说 有小孩之后其实应该要买房子 台湾比较高房价状况下 也是担心买不起房 我们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共同体 你将来不生小孩子 但是你将来老了以后 你所领取的这些年金 这些健保这些费用 还是有那些 有小孩子的人帮你付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人口学里面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搭便车 我们必须要弥评说 生小孩跟不生小孩之间的一种差距 比如说用付税 用其他的这种方式 来弥补这样一个不平衡 要给这些养小孩的人 更多的补助 更多的这种 更多的补助 或者更多的支持 随着时代趋势 越来越多夫妻当顶客族 选择生与不生 各有优缺点 但得先做好财务规划 等到人生下半场 才能无后顾之忧 TVBS新闻 而在疫情之后 大陆的年轻族群开始寻求更多元的工作了 他们不想朝九晚五被聘雇 而是做网拍或经营自媒体 虽然时间比较弹性 但相对也没有保障 不利于培养专业 仔细介绍店里的招牌甜点做推销 也能用流利日文跟客人对话 李小姐原本是专门带日本游客的导游 疫情影响之下 游客减少也开始尝试其他产业工作 帮顾客装成礼品包装结账 李小姐这三年也经历不少打工 办公室工作 直到半年前才到日本伴手礼店工作 也因此到日本受训 有了稳定的工作机会 但人对导游非常上网 我也很喜欢台湾 所以我想把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一些美食介绍给日本人 所以如果说今天团体进来很多的话 我想我应该还是会回去做我本来的工作 人生就想要尝试各样的工作 被疫情影响到工作的不止观光旅游业 还有餐饮类的员工 不少人因此离职 尤其转头到外送平台的比例越来越高 即便疫情解封 很多兼职part time的人 已经回不去原本职务 受到疫情打击更大的 还有中国大陆经济低迷 尤其青年失业率超过两成 让大零工外送网约司机等等 灵活就业人数不断攀升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资料 截至2021年底中国大陆 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达到两亿人 发展服役的过程里面 他有很多的劳力需求 那这些劳力需求有个特征 就是说他的进入门槛其实不高 那在过去几年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媒合的平台 也发展得很不错 所以在这种的趋势下面变成说 要么我找不到工作在家谈病 要么我努力一点 我其实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平台 然后去找到不同的工作 在大陆大约2亿灵活就业人员中 外送员就占了1300万名 接近总人口数的1% 等于是每100位的大陆人中 就有一人是从事外送职业 另外有160万人在各种平台 从事直播相关工作 这样的零工兼职时代 在台湾也有不少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目前网站上总值缺数是108万 其中兼职值缺有18.4万 占比17% 这样的现象疫情后还有成长 是不得已 我一天间四分工五分工 可是台湾这一边会变成是另外的状况 我继SOHO组织后 我想要有一个相对自由又弹性 但是我的专业技能都不够强 所以我就开始在这个时间 去做专门送外送 专门做其他一些类型的服务这一种 兼职打工成了新兴的工作性质 尤其年轻世代不想被全职工作束缚 但专家也提醒 长期兼职没有年终奖金 年假或是劳健保 这些都是得承担的风险 对中国大陆来说 短期可以吸纳失业人口 但长期发展恐怕不是件好事 当然我想这样子的状况 对台湾本身人力资源来讲 可能有一些隐忧 也就是说像半导体产业 或说像我们现在的科技产业 甚至于很多的民生消费产业 事实上现在都找不到人 长期对上班族专业的累积 或是说企业体本身来讲 希望说能够在人力资源上面 能够正向循环 我们台湾如今面临的是缺工问题 兼职打工比例如果再增加 对企业的专业人才培养 将成为一道新难题 台湾的诈骗案件是层出不穷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落入诈骗陷阱的 比如说有特定的愿望 想要致富 想要谈恋爱等等 或是越来越肯定自己是不会上当的 反而越容易栽在诈骗集团手里 滑手机灌网拍是现代人都爱的休闲娱乐 在网络的世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甚至成为诈骗集团的下手目标 他们会打来说可能不小心分歧了或重复扣款了或重复刷卡了 那可能要麻烦你操作一下现在有手机的APP可以操作这些东西 那因为我个人记性也不胜好 所以他们每一次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 我都会说什么时间点买什么我忘了 根据过去的统计 全台只有6%的民众没有接过诈骗电话或是简讯 而手段不止日益昌绝也不断精进 什么科技类的相关的投资案 那问他有没有兴趣 那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渗透切入他 然后也会邀约他就是一起加入群组啊 然后在IG上分享 他就可以看得到在IG上 这么多人都一起在分享他所谓的国外的 现在正在流行的科技的新资讯 最高他就总共被骗了50几万 受骗者越来越广泛 台大社会系名誉教授孙中兴 更统计出五种最容易被诈骗的类型 像是比较少与社会交往的人 以及有强烈愿望想达成某种重要目标的人 甚至对自己十分自信 认为自己特别精明 绝对不可能上当的人都包含在其中 我觉得高知识分子要骗是有点难 但是一骗就会是很多钱 因为他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术语 或者是内容去跟他做长时间的沟通交流 根据警政署的统计 2022年全台的诈骑案件将近三万件 创下了12年来的同期新高 而嫌疑犯的人数也达到了4万6千人 这也是15年来的最高记录 2023年1到5月 诈骑案件来看 40岁以上因为投资受骗最多 18到39岁则是解除分期付款 诈骑案为大宗 未满18岁最容易因为假网路拍卖而受骗 18到39岁间可能是上班族群青壮年 那他们可能也是会在一些购物 就是网路上比如说进行买东西 或者是卖东西 所以会有可能遇上假买家 假卖家 操作ATM这部分设定的诈骗 那等到退休年龄 比如说40岁以上 有一笔一定的资产的话 或是退休人士 那他就比较有可能会想要进行投资 这样的类型 进一步分析前十大诈骑种类 发现男女性受害者 受骗第一名都是投资诈骑 占24.29%以及26.61% 另外包含解除分期付款 假网拍一般购物诈骗 都是常见的手法 唯一男女性的差异 则在男性的第五名是游戏点数诈骑 而女性因为假求职受骗 则登上第九名 他觉得他的时间不能戳脱 不能浪费 以至于他在前半段 他觉得他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 那这种特别容易遇到诈骗的人 是因为他可以为你所需要的条件量身打造 可是这些条件全部都是假的 或是在某一些部分很焦虑的人 也比较容易被骗 因为你过度焦虑 你会把所有的能量都流动到焦虑 而失去理性的思考 而就假爱情交友诈欺案件当中 登上男性受害案件占比的第六名 女性则是第七名 最常见的当然就是会懊恼 或是会觉得自责 或者是会觉得羞愧 会觉得很丢脸 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那如果长期来讲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很焦虑 怎么办睡不着 然后会反映在生理上 这是很常见的 可是长期下来 有些人可能真的就会走忧郁的路线 许多的受害者在遭受诈骗后 往往会感到内疚或是自责 甚至认为自己为他人带来了负担 因而影响心理或是生理 尤其以今年1到5月的 诈欺案件发生数 又比去年同期增加21.29% 诈骗俨然成为台湾民众 天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TVV新闻和将正式微信单词拍报道 AI科技可以提升医院的营运效率 像高雄长康医院 每天要处理6.5万笔的处方 不过现在AI可以协助钥匙 做仓储管理 判读药物种类 还有感应式的智慧调剂台 节省时间 让钥匙更能专注在特殊照顾上 钥匙站在调剂台前 依循智能设备指示 明确的完成配药 调码刷下去 病患需要什么 每一样都不能有误差 过去药品的位置 必须由药师一一记在脑海中 才能在短时间迅速的 依照处方给药 而高雄长庚 作为南台湾重要的医学中心 每日平均超过7200人次上门求诊 得处理6.5万笔处方 过去给药作物率为10万分之5 虽然低但却是不容出错 假设说我今天取药的位置 错误的时候 那就会闪灯 那发报错误 第一件我们药师错误 那我们必须要再确认一次 我们药品跟我们的一个 药区药的位置是不是正确 然后再完成这整个步骤 除了药师本身必须谨慎 加上设备的辅助 给药错误率不再发生 甚至降低药师的工作负担 过去传统的基础调剂训练 需要18天 现在则降为5天 以目前这一区的调剂台 需要12名的药师 来进行调剂的工作 接着再由8名的药师 来进行再次审核 而未来智能的设备 全数上线之后 预计可以节省两成的人力 8月21开的 它可能是慢慢的 药品给到病患前 调剂台负责审核的药师 会检查药品内容 以及医师处方是否正确 智能设备上线后 就能协助完成审核工作 我们总共有58包 有37包已经完成了辨识证券 有21包是我们药师需要再确认的 最后人力的裸定 需要肉眼紧盯每一颗小小的药丸 透过AI影像训练 可以完美辨识每一种药物 甚至揪出以偿 我们的药包里面有一颗 有发现有药品是有问题的 那系统它会自动告诉我们 这一包里面 它应该要包四颗 可是它多包了一颗 刷了之后它会呈现 接下来要拿取的药品图案 然后等它到定位之后 它系统会打灯 然后打灯之后 在确认一次药袋上面 直讯之后拿出 我们所需要的数量 药品自动循环柜 直接送到面前 因为针剂的调配相较 没有时间压力 运用类似摩天轮的概念 不只增加储存空间 也连通其他楼层 可以同步作业 一旦人工拿取错误 同样会发出警示 我们也尝试的 让其他的医疗体系也在洽谈中 甚至他们在采用 所以除了教会 我们体系的病人之外 让整个台湾的其他的医疗机构 都能采用这个体系 不仅可以让他们给药 错误的机率下降 也减轻钥匙的负担 其实我们在新的这一套智能设备 调配的时候 我们是简单的以灯光来导引 定位了以后 钥匙取了药 还要再有一个把灯熄灭的动作 后来我们也是经过了讨论 再研发了第二代 以光杂感应式的方式 来侦测我们钥匙在取位的一个正确性 毕竟目的是要让整体的环境更好 降低人力成本 避免给药错误 也能将人力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 要师的资源足够能设立门诊 走到第一线照顾病患 透过系统帮忙精简整个配药过程 释放药师在药品调配的时间 让他可以专注于病人的照护 提供重症与特殊族群 比如说是癌症用药 肾脏疾病的用药照护 透过药师门诊 来协助医疗团队指导病人 增进疾病的认知和正确的用药观念 目前这套感应式智慧调剂台 已经导入全台共16间医院 包含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以及花莲慈祭医院等 面对成千上万种药品的储存和传递 AI智能的加入 目的不只有提升取药效率 更重要的还有发挥药师的专业价值 TVV的新闻 陈建明先单词高雄报道 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暴露在重金属千的环境下而不自知 日积月累导致系统性的伤害 只要感觉到疲倦逝税 就该提高警觉 千铺路可以影响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 导致贫血高血压肾脏受损与神经病变党 目前对于千铺路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范围存在 即使是微量的千长期铺路 也可能危害身体健康 尤其对儿童的危害更大 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成 国内外不少研究发现 儿童的智商和血中签的浓度成反比 也就是血中签越高 智商越低 签也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发展与认知能力 育龄妇女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族群 因为在怀孕期间 骨头中的签会释放进血液里 造成胎儿的签暴露 有一些肠道的噁心呕吐 所以它是很全面性的一个症状 只是简单说就是签中毒了 产生脑部的一个症状 特别在签脑症是这样说明的 台湾其实以现在的环境来讲非常非常少 几乎是不太会遇到 为什么呢 暴露是环境的暴露 工作上面暴露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对于签的暴露的环境 说以前的含有一些重金属的一些电池等等的工厂 大概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其实签中毒本身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 因为是重金属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危害 有可能症状包括头痛 肚子痛 甚至会有一些肠胃道的恶心呕吐 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比如说失眠 疲劳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记忆方面 行为方面的一些异常 也有可能会造成手脚武力跟关节疼痛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签中毒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通常是来自于 含铅量比较高的环境的暴露有关 签中毒多半是慢性累积而成 会影响全身的器官组织 尤其是血液脑部神经系统 轻微的签中毒可能只表现疲倦 失睡 所以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忽视 如果严重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头痛 记忆力丧失行为改变 失眠腹痛 便秘 贫血等等 甚至导致昏迷 癫痫发作等神经的障碍 签中毒的症状 其实从头到脚其实都会有 那这些症状 从刚才讲的 所谓签脑症的一个症状以外 也是可以看到 血液特别特别的小的血球 牙龈甚至会有蓝色的线 那都是已经是中毒的症状 有些是油漆工 它如果使用的漆料里面 也是含有签的这样的东西 就有可能会造成签浓度过高的问题 那其实有些 甚至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污染 土壤的污染 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些 土壤当中的重金属 会转移到我们的蔬菜和水果当中 如果吃进体内的话 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 签浓度过高的一个问题 日常生活要如何预防签的暴露 首先不要使用来源不明的中草药或药膏 另外有些油漆中含有签 小朋友摸了墙壁 或在公园玩了色彩鲜艳的游乐设施后 一定要先洗手再吃东西 也要禁止小朋友啃咬玩具 有些劳旧的房子可能含有签水管 可以更换水管或要饮用的水 加装滤水器 孕妇和劳工也需要特别去避免 签暴露 你要检讨我们生活的环境跟生活习惯 有没有可能暴露的风险 所以刚才提到的一些暴露的原因 先把它减缓 真的是到很高中毒的 那我们抽完血之后的指数高 才会考虑用所谓熬河疗法 因为熬河的时候去抓它 反而有时候是好的东西 一时提醒慢性牵中毒症状 为全身性系统伤害 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TVBS新闻陈如帆 蒋世伟 台北采访报道 到节能减碳 日本跟南韩很早就开始发展 氢气能源车 台湾也跟上了脚步 像中游就提出申请 要在高雄设置全台第一座的家亲站 不如有几项问题要克服 像是氢气的供给来源 还有安全性够不够稳定呢 乍看之下就是一般休旅车 但它可是近年韩国汽车大厂 所主力发展的氢能源车款 而日本品牌也同样瞄准商机 如今这全球两大车厂 已经谋权擦掌想要进攻台湾的 氢能源车市场 只是想推行政策也得先跟着动 日本与韩国除了把它纳入重要能源政策 也在背后支持补助 像是日本的氢能源车已经逐渐形成生态系 而家亲站持续推广设立当中 再看到韩国已经有超过200座 家亲站3万辆氢燃料电池车挂牌上路 就连氢能巴士也广布在20多座大小城市 那台湾呢 现在才在起步阶段 只是未来亲戚降价 全球更广推行 家亲站遍不开花是各国努力的目标 国发会在去年3月发布的 净零12项关键战略中 氢能就排在第二位 预估全球氢能到2050年需求 将成长到5.3亿顿 国际能源总署也指出 2050年氢能运用会大幅提升到13% 成为下一世代的重要能源选项 就是因为它能成为 净零叛台目标的重要关键 用氢不管是燃烧 还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透过燃料电池 直接的这种电化学的反应 它的能量转换的过程 都不会制造这些污染物 而看到国内中游也积极 在做能源转型 像是这座的复合站 除了能够加油以外 来到这一区就能够看到 也设置了电动车的充电站 但是在未来的规划蓝图当中 中游也打算要加入了 轻能源政策 也因此他们预估在高雄 要设立第一座的家庭站 周游想担下亲戚攻击者的角色 布局轻能就得超前部署 只是要设置也得先消除民众 对于家庭站安全性的疑虑 目前我们的场子选定的是一个 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所以在整个的法规 一定是虎儿法规 而且是优于法规的部分 年底要建制完成要很努力 意固是明年的五六月份会弄好 但是这段期间就要就 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社会沟通 他可以烧的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广 那这个是他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个危险性 但是因为刚刚讲 他因为也容易扩散 所以他不容易聚集 所以反倒真正发生意外的时候 他对人员的安全不见得是那么的危险 经济部能源署已经在11月1号公告相关许可办法 中游将提出申请设置家庆站 各已经规划出三阶段的推动 从短期先建立首座家庆示范站 透过轻能载具示范运行计划 民众实际体验接触 让社会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中期阶段配合国家政策 2030年巴士全面电动化 再到物流车 货柜车 卡车等 逐步建立起北中南家庆站的网络 而放眼长期规划 当然是酬轻能应用全面发展 带动产业链建立情景家园 我们本身就有在生产灰青这个区块 所以目前中游公司在 如何从灰青变成蓝青 就是会导入CO2的抓取 跟CO2的再利用 跟CO2的封存 一清的话就是要用绿电去电解水产青 那因为目前的电力这个区块 在国内还是风电还没有全部上来 利清这个区块可能还是以后可能需要国外进口 供给来源与全本太高都得一一克服 台湾得赶紧跟上国际步伐 才能朝清静环境外进 特别新闻 连志旧轩 台北报道 打扰这个玩偶你知道 滚石最新的音乐实际节目 滚石灾星号马上就要开播 我带有很多滚石的巨星 还有很多台湾的美景 赶快一起来支持你喜欢